选择植物的方向我都清楚了 放心吧 那辛苦你了 少凯 还有 你和陆总的事 记得找时间跟他好好聊一聊 那好了 我迟到了 我先走了 加油 拜拜 记得 据传 陆博言和苏简安已经发生婚变 韩若曦重新回到陆世传媒 并且两人又共同出席了 韩若曦小姐的钻戒代言活动 看一下这里 快看 快看 看来 陆博言与韩若曦这对曾经的金丛玉女 终于历经波折 破镜重圆 终成眷属 甚至有传言 两人已经同心商订 订婚事宜 工作chlossen 谢谢各位知识 谢谢各位知识 来来来 怎么了 薄言 我说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们之间还是合作关系 不要得存矜持 好 我知道了 我要吃小龙虾 我给你剥 你合作谈得怎么样了 我凯少出马 有失手过吗 这不这几天就要开机了吗 你们俩拎着行李箱这是要去哪儿 别提了 什么情况 难不成 你们想这么无声无息的就走 简和康总知道吗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 这部戏我们不敢做了 不就是筹备的时间久了点吗 你们还有没有点责任心啊 我也不是故意要走 可是陆总那边说了 谁要是在这个剧所工作的话 就要被封杀 我不能因为这一部戏 把我的职业生涯搭进去啊 陆总 等一下 回来啊 别走啊 什么情况 不可能啊 这个陆伯爷 他居然做出这么卑劣的事情 这么快就跟韩若曦秀恩爱 我签了他的公司太后悔了 我现在就要去跟他解约 简安 你说 我该怎么帮你出这口恶气 我觉得吧 陆伯爷这个人 也不至于落井下石 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懂什么 男人心海底针 简安 你有什么你就发泄出来 看得我怪难受的 总觉得这件事情 也太巧了吧 这有什么不对吗 什么不对 这个陆伯爷他就是故意的 他故意让这个剧组的人都走 你的意思是 有人故意地抹黑他 小夕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想请你帮我 他喜欢的 写片 我想请你帮我 拼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